初婚女孩嫁给二婚风度偏偏丈夫 没想到这个丈夫在外面吃喝玩乐年华惹草 一个月三千块钱都赚不来 要怎么养儿子和老婆呢 并且还当众辱骂丈母娘 这样的男人是没良心还是没教养呢 我们看看嘉宾老师的一番话 你想过就过啊 你是天王老子啊 你看婚前 这个男人各种装 婚后 这个女人各种后悔 他原本以为嫁给了爱情 不管不顾 偷了户口本还和您登记 虽然你再婚有孩子 但是结果他把自己推进了深渊 不管你跟他抄没抄手 他住院你把他扔医院 然后你都没工夫开车送自己的丈母娘回去 然后你把自己亲儿子交给自己亲妈 你自己去北京玩去 你缺的是什么 很明显男生是切良心 当一个男人在妻子生病住院的时候 他却抛弃妻子出去风流快活了 这样的男人是不是禽兽不如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了解一下事情 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故事的男主人公徐先生29岁 来自东北黑龙江 职业是一名滴滴四季 跟着出来的是冯女士 32岁的她同样来自东北黑龙江 是一家美甲店老板 两人结婚已经有两年多了 但徐先生是二婚 和前妻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虽说冯女士初婚 但却比徐先生大三岁 俗话说女大三报金传 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呢 一上台的两人就被赵川追着问道 你嫁给他的时候家里人反对吗 反对 双方父母都比较反对 你家反对能理解 他家为啥反对啊 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我父母反对很正常 因为不可能让一个姑娘 嫁给一个二婚 还带一个孩子的 他父母这般反对是因为什么呢 认为我没有结过婚 给他一个二婚的 这段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 终究还是出问题了 今天是冯女士要来的节目组 请嘉宾老师给支支照 看看这段感情 还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必要 冯女士口中得知 婆婆不喜欢的 处处对她横眉冷对 因为婆婆还想着 让儿子跟前妻复婚 所以处处针对儿媳 而丈夫与前妻生的儿子 也是冯女士在带 并且很努力地做一个负责的后面 儿子的学习和生活 都是冯女士亲力亲为的照顾和监督 所以儿子跟冯女士的关系也很好 这足以看出冯女士的心地善良 可这婆婆就抓着冯女士 与儿子偷偷地登记 所以两人结婚的时候 婆婆一分钱都没有出 所有的花销 都是两个人去借的 因为上一段婚姻 徐先生是净身出户 没有任何积蓄 就是不给予我们任何的帮助 我这点我挺寒心的 但是我们两个办完婚礼之后 因为我们两个有欠款 所有的这些礼金什么的 我们两个得用来还借款 所以说在我们两个 真正生活的时候 我们两个手里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但是他父母也不予给我们支持 就包括他带的这个孩子 我婆婆都不管 那是他的孙子 他不管 而且他还总让孩子跟他前妻联系 就是疏远我 这对于女孩是多么的不公平 可能是自己都不爱自己吧 何谈让婆婆看得起你呢 刚开始结婚之前 徐先生对冯女士百般的好 上下班开车去接送 并且还经常甜言蜜语 哄女还开心 但是结婚以后就开始变了 丈夫变得贪玩不上界 并且与婆婆发生矛盾 总是站在亲妈这边 这让冯女士非常的寒心 本来两个人结婚两年 是可以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毕竟年龄都到了30岁了 可是家庭的琐事和丈夫的不上进 还有婆婆的无情 冯女士说什么都不愿意生孩子了 就算生下来 婆婆也会不管不顾 丈夫也没指望 苦的还是冯女士自己 冯女士现在就觉得养着两个孩子 因为丈夫跑滴滴 一个月只赚一两千块钱 说句实话自己都不够用 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玩台球 或者吃喝玩乐 可接下来的一幕气到现场嘉宾都只摇头 不养啊 养啊 一月他说少了 我一月我得挣三千 三千左右 他说我两千左右 你三千多你知足了吗 现在就是 你挣三千多的时候 屈指可数吧 我挺知足啊 那你怎么养家呀 你拿什么养你的儿子 你拿什么养我呀 那现在咱俩仗力不够花 不挺好吗 够花吗 咋不够花呢 你工作吗 我工作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一个月的话 三千多到四千多 你还挣的比他多 对 一个男人没有女人赚的多 这其实不丢脸 但是明明自己可以赚更多的 却不上进 天天想着玩 就算男生平均两千块钱一个月 他除了自己的花销外 还有钱给儿子交学费吗 还有钱存起来跟妻子再生一个孩子吗 这明显不能成为男生不上进的理由 却拿腰疼来狡辩自己赚不到钱来搪塞 像这种男人光尝了一副好皮囊 肩不能挑手不能扛的有什么用呢 因为两人结婚没人帮忙 收到的礼金都要拿来还债 所以女孩想开一家美甲店 还是找自己娘家拿的钱 可接下来的一幕让全场都惊掉了下 给我拿了两万块钱给我开了的这个店 为了支持我可以让我在他家那边过上更好的生活 对 但是就这样我母亲也没有交下他 跟我母亲他们闹得很僵 就是过年过节的话他不去作为故意 为啥呀 而且跟我父母都不说话 为啥呀 那个他妈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他妈 然后那个他妈骂我 说我那个脆脆我无能 说我那个成天就是溜得完 反正就是说咋子 我俩给起就是 他心恋猪除我 我心恋猪除他 那是你的长辈 那是我的父母 你要在乎我的话 你应该在乎我的爸爸妈妈 丈母娘说倒是实话 这女婿确实无能是个废物 钱赚不到家 顾不好婆媳关系 也处理不了 儿子也带不好 这不是没用的男人是什么 而男生不仅仅怒骂丈母娘 自己还屡教不改出去玩 甚至还和异性暧昧不清 跟异性讲一些肉麻的话 那睡觉吃不吃饭还有毛病了 那你怎么不问我 吃不吃饭睡不睡觉啊 你有自己家有老婆 你不关心 你关心别的女人 你认为你做的对吗 以后天天早起来 问你什么吃饭 跟你真的是无疑 以后我尽量我改一改 你看这么什么 你还想跟她过吗 我不想过呀 你妈现在想撮合 你跟你前妻是吧 那不是 现在说也让我们俩好好过 很明显这婆婆不会做人 所以才交出 这么没有教养的儿子 要不是两个人 是住在同一个小区 徐先生主动在 业主群家上冯女士的 所以才有了这段畸形的婚姻 如今冯女士想要离婚了 但徐先生却不肯放手 一直纠缠着冯女士 而想离婚的原因远不止如此 接下来的一幕 让全场都静待了 期间的话 你作为一个丈夫 你尽到责任了吗 我咋没尽到责任 我之前是多么开朗的一个女孩 但是我跟你结婚之后呢 生活中无形的压力 把我压成什么样 一方面来源于你 一方面来源于你的妈妈 导致我患上了焦虑症 我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他们心情不好 出去走走不停 你是自己走的吗 我不自己走 我咋走的 你一个人去 我怎么不信 我自己开车走的 我不信 儿子呢 那时候我妈扛的 就是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说 才让我上医院排阶线 就这么点 他说给他妈找出院 我就应付他一下 我说实话 我没给他妈找 医院咋回咋回 跟我没关系 说是文化 自己的老婆生病住院 还是被丈夫气的 还丈夫却一走了之 并且还把妻子 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 自己却去了北京 玩了一个星期 而这个拉黑出去玩 究竟玩了什么 见不到人的事 只有徐先生自己知道 这样的男人 是不是禽兽不如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了 都都不能跟丈母娘和好 然后一起照顾好妻子呢 小徒认为 这种男人 根本不配有老婆 更不配有孩子 隔着屏幕 都想冲进去 给他两个大嘴巴子 而一心要离婚的妻子 能否下定决心 跟他离婚呢 面对丈夫的死缠烂打 又该何去何从呢 我们一起看看 嘉宾老师的见解 首先点评的是 余伯红老师 丈姑娘 骂你不对 但是他骂的有没有道理 你自己说 骂的方式可以改变 说的内容 骂的内容对不对 你说 骂的内容对 那就好了吧 那就好了嘛 他是长辈 你是晚辈 是不是应该谅解他一点 余伯红狠狠狠地怒劈了男生 但徐先生却不知悔改 还呛声余伯红老师 似乎在说关你屁事 幸亏冯女士没有和这种男人有自己的孩子 要不然就真的心碎的悔不当初了 一个幸福的婚姻 不在于男生是投婚还是二婚 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人的人品 很明显一个没有责任心 没有教养 更没有良心的人 都不配做一个人了 这个男子已经无可救药了 一个看不上丈母娘的男人 骨子里就是看不上这个女孩 女孩在纠缠下去 只会让自己更加卑微 接着是雷鸣老师犀利的点评 跳的这个帅帅的老公 你是不是跳的特别有眼光 现在不到两年终于明白过来了 下回记者 结婚之前请充分征求双方家长意见 雷鸣老师用讽刺的语气 说出了女孩的就由自取 当初看上男子的外表 现在这个男人除了长得帅气 一无是处 这就是只看外表的后果 所以不被父母祝福的婚姻 真的要谨慎对待 不是说绝对的不幸福 而是大概率的不幸福 所以坚持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 接着是沙娜老师从女性角度的点评 往往想让别人尊重自己的时候 自己得先尊重自己 你都不维护你妈妈 你都不爱你妈妈的时候 你说别人怎么会尊重你妈妈 怎么维护你妈妈呢 我刚才只是说一句说 那是我的妈妈得尊重她 但你丝毫没有维护 做一点点维护你妈妈的事情 就像你对她妈妈做的那些事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们的父母想跟你卖在一起 是太有理由的了 就大家听听父母的话吧 有的时候父母说的真的是对的 每一个女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的终结者 这是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 还是把男生想得太肤浅了呢 沙娜老师说改不了事实 不知道男生是什么原因和前妻离婚的 不用多想肯定是男方的问题多 而这种问题又出现在了现在的婚姻 所以这个男人这辈子都不可能改了 要不然在节目上和嘉宾老师对着干 还和长辈丈母娘对着干 尊老爱幼稚是一个人最嘉宾的教养 可他都没有和谈他会给你带来幸福的生活呢 当初一个跑滴滴的男人 每天蹲着点接送你上下班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他难道不用赚钱吗 所以沙娜老师奉劝女孩赶紧跑 千万别再犹豫了趁着现在没有生孩子 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男子说他可以改 他想跟妻子好好 你跟我说 以后就尽量少出去玩去了 少出去玩 对 然后呢 然后那个多开点车 多开点车 然后呢 继续看不上他妈是吧 看不上他妈那是肯定的 不管你跟他抄没抄抄 他住院 你把他扔医院 然后你都没工夫开车送自己的丈母娘 然后你把自己亲儿子交给自己亲妈 你自己去北京玩去 你缺的是什么 那我俩不是 刚才不说了 我俩那个吵架了生气了 还以为男生真的醒悟了 没想到还是不可能跟丈母娘和好 还是没明白自己真正错在哪里了 如果男生说以后会尽一切努力得到丈母娘的原谅 我相信没有一个妈妈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幸福的 可男生连最基本的良心和品德都没有 一个无心之人 跟他说再多都是废话 最后的结局算是大块人心 冯女士没有出来没有原谅这个没良心的男人 分开是对女孩的解脱 但徐先生却要私下再去挽回妻子 屏幕前的你觉得他们应该复合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